专家说,驾自动挡车千万别做这五件事!100%的人肯定都犯了第四条。 现今时代,根据调查数据,大马接近80%的驾驶任时都选择自动挡车,因为塞车时不需要踩助理和气Clutch,而且比较容易学,不需要一直换挡等等的原因。 但是,你知道吗?有几样交投车的必须避免犯的错误,要不然车可是会很容易坏的哦!外国汽车专家Gi-Senfensk来自Engine RingExplain就制作了一个视频来告诉大家五样东西交投车必须避免的错误。 1.千万别在下坡时使用Andang。 据Fans说,很多人在下坡时都喜欢使用Andang,原因是为了省油。 但是,现代汽车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节省汽油,使用Andang来下坡不但多此一举,而且可能还会造成危险,因为汽车在Andang的状态下是不受控制的。 2.千万别在汽车未完全停止时转换方向Fans。 第二点说到,千万别在汽车还未完全停止的状态下装换行驶方向向前或向后。 这样做会令到汽车变速器承担额外的压力来形成刹车,从而会让变速器非常容易损坏。 3.别在Andang时踩油门了才换D,Dang可能这看起来很酷,但是踩油门才换取D,Dang的习惯只会让变速器容易受损,变速器是非常贵的啊。 4.千万别在等红绿灯时换取Andang当正在等红绿灯时,Fans劝说最后是踩住刹车器来停止,因为比较起来从刹车到继续行驶时比从Andang到行驶来得容易多的。 而且,而且常常在Andang和D,Dang之间转换是很容易弄坏变速器的。 5.千万别在汽车未未完全停止时换取P,Dang当你打算P,车时记得一定要等到汽车完完全全停止才转换取P,Dang。 因为如果你在汽车还在行驶时换取P,Dang你将造成锁定变速器齿轮的突轮损坏,也可能间接造成变速器损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